欢迎回来 中国东方航空MU5735航班 星期一失事坠毁 机上132人凶多吉少 我国外交部在傍晚6点左右也宣布 没有大马人搭乘这趟班机 有专家表示 这可能是神州自21世纪以来最大的空难事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时下令启动应急机制 全力搜救善后 承诺透明调查 追究到底 值得注意的是 时事客机并不是波音737 MAX 而是新一代的波音737-800 中国三大航空之一的东方航空 昨天发生空难事故 昨天下午1点从云南省昆明起飞 前往广州的途中突然失联 随后证实 坠毁在广州雾州腾县浪南墨浪村 机上共有乘客123人和机组人员9人 航空公司随即安排家属赶到广州白云机场 等待搜救行动的最新消息 每一名等待的家属都心急如焚 有的早已泣不成声 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 然后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 他就是比较哽咽的 他的母亲 首先他不相信这件事情 然后从我在三的跟他确认了以后 然后就哽咽 他就说他第一时间会赶过来 对 就是他心情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的儿子也就29岁 空难事故发生后 搜救和调查工作持续进行 坠机地点是三面环山的山澳 只有一条崎岖的小路 可以让消防车救护车进入 又遇上下雨阻碍救援行动 当地村民发挥互助精神 协助救援队伍运送物资 截至星期二早上 搜救队伍已经发现不少客机的残骸和碎片 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失联人员 由于掌握的资讯太少 暂时无法研判飞机坠毁的原因 国际研调机构分析员 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 时事客机并非波音公司旗下的737 MAX客机 而是新一代的姐妹机737-800 我认为 Some folks may not 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aircraft, the 737 model has iterated, if you will, over the years. There've been several generations. This particular aircraft is a737-800 aircraft that was introduced in the late 1990s. 资料显示 这架东航客机于2015年6月5号投入使用 机灵为6年零10个月 事故发生后 东航立刻宣布旗下所有相同机型的客机停飞 波音737-800客机的最大载客量为189人 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 这款客机属于常见的单通道双引擎喷气式飞机 一般用于中短程飞行 航空安全网络的数据库资料显示 波音737-800在全球共发生过20起空难 造成的死亡人员数量已经累计612人 最近一宗发生在2020年 一架乌克兰的波音737-800飞机在德黑兰坠毁 机上17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国东方航空的客机在广西吾州腾县廊南莫浪村坠毁 当地村民接受媒体采访时 重述了当时的情景 说是听见两声巨响后 四周尘土飞扬 情况害人 马新社电视运动 此外还有目击者透露 在事发现场发现了 满地散落着飞机碎片 树上还挂着衣物碎屑 四周犹如人间炼狱 搜救人员也在现场 找到了许多被烧毁的 手机 钱包和身份证 但却不见幸存者的踪迹 关键的飞机黑箱也还没有找到 新华社报道 由于事故发生在山林间 搜寻黑箱的行动 主要依靠无人机和人力同步进行 搜救工作面对了极大挑战